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川普风口飞案有罪不影响选情 答案没那么简单 四美议长马斯克·德桑蒂斯对川普判决表态 真正的美国灵魂之战开打了 彭丽媛要出大事 北京故宫瓦片罕见被吹落 碎了一地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5月31号 星期五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川普风口飞案有罪不影响选情 答案没那么简单 美国纽约陪审团稍早宣布 川普风口飞案所面临的34项指控全部有罪 川普团队的民调专家认为 本案对大选不会有影响 审判期间 川普的民调几乎没有变化 左翼政客杂志稍早刊登的分析报道指出 答案没有这么简单 判决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边缘人士 而边缘人士的投票意向移动可能攸关谁能当选 但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中 即使是些微的选票移动也可能影响重大 民调显示至少有一些选民可能会受到冲击 有些人可能改投给第三方 如小罗伯特·肯尼迪或者根本不投票 本月稍早 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即使在川普的支持者中也有6%的人表示 如果他被定罪就不太可能投票给他 些微的差距也足以让他败选 报道提醒读者小心 不要太相信第一时间的民调 各家民调机关这几天一定会发布调查结果 但距离大选还有六个月 重大事件的冲击很可能会随着时间过去而衰退 回归初始状态 报道指出 美国民主党人对于川普被定罪的态度不一 与拜登很亲近的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 发表声猛烈抨击川普 说他除了是种族主义者 恐同者 骗子 对这个国家构成威胁外 现在还可以再增加一个头衔 重罪犯 但拜登国家竞选顾问委员会 成员华伦则提醒民主党人 不要将川普的案子政治化 我很自豪 我们的司法系统发挥了作用 这与政治无关 也不应该与政治有关 美议长 马斯克 德桑蒂斯 对川普判决表态 美国众议长 在X上发表声明表示 今天是美国历史上可耻的一天 民主党人欢呼雀跃 因为他们根据一个 被取消律师资格 已被定罪的重罪犯的证词 以荒唐的罪名判定 反对党领导人有罪 这纯粹是政治行动 而非法律行为 将我们的司法系统武器化 一直是拜登政府的特点 今天的判决进一步证明 民主党人将不惜一切代价 压制不同的声音 打压他们的政治对手 美国人民将此示威一场法律战 他们知道这是错误且危险的 川普总统将堂堂正正地 对这一荒谬的判决提起上诉 而且他必胜无疑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X上发帖说 左翼检察官 党派法官和美国最自由派之一的陪审团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抓住川普 人们常说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事实也是 没有人可以被漠视于法律之下 如果被告不是川普 这个案子就不会被提诉 法官就不会做出类似的裁决 陪审团也不会做出有罪判决 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转发德桑蒂斯的铁文评论说 任何客观的人都会同意德桑蒂斯的看法 马斯克随后转发阿克曼的这个评价说 对川普被历史性的定罪表示令人不安 他在X上发帖说 应由全体美国人民决定谁当总统 真正的美国灵魂之战 开打了 川普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刑事入罪的前总统 被陪审团裁定在 验刑封口费案中的34项罪名皆成立 预计7月11日宣判刑期 外媒指出 随着川普爆炸性有罪判决消息传出 真正的美国灵魂之战现在才开始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支付封口费本身可能并不违法 但指控川普的检方成功将支付封口费的目的 导向是为影响选举结果 违反了选举法规 构成潜在犯罪行为 报道指出 根据纽约法律 伪造商业文书只能算是轻微犯罪 通常只涉及轻微的惩罚 但将其与违反竞选财务法联系起来 就会提升此事的犯罪及争议性 尽管对许多人来说 二者的连结显得脆弱 也无法证明这种关联确实存在 分析认为 整个审判过程都相当不寻常 而川普指控 这是其被操纵的耻辱审判 也将自己定位为民主党 集体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就目前看来 法律似乎居于第二线 而政治占据了主导地位 对于法律体系政治化的诽谤 或将损害美国司法体系的可信度 使其更像相交共和国政治学上的贬称 指那些贪污腐败又会有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 政治不稳定又不民主 而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 报道点出 美国必须决定 川普是否是一个不适合担任任何公职的罪犯 更不用说担任总统一职 川普的支持者会努力争论 将清罪变成重罪所需的复杂法律 是专门为川普设计的一场恶作剧 尽管拜登的竞选团队已经表示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2024年美国大选才正要火热开打 彭丽媛要出大事 北京故宫瓦片罕见被吹落 碎了一地 5月30日下午 北京突发狂风暴雨 故宫昆宁宫的乌瓦罕见被大风吹落 碎了一地 网友们纷纷热议 这是天象警示 可能要出啥大事 据网友发布的视频 当天下午正在故宫游玩时 突然风雨大作 游客们纷纷跑去昆宁宫躲雨 乌瓦突然掉落 索性无人受伤 随后 故宫工作人员进行了清理 另有视频显示 当天故宫内狂风骤雨 游客们四散奔逃 整个故宫灰蒙蒙一片 狂风暴雨中 大树被吹得疯狂摇摆 当天整个北京城突然黑云压境 白骤变黑夜 狂风暴雨夹杂冰雹 雷电交加 一些大树被连根拔起 部分地区供电中断 中共央视大楼外 正在高空作业的工人 被吹成蜘蛛人 在半空中荡鞦韆 场面惊悚 故宫昆宁宫的乌瓦被吹落 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表示 几千年都没被吹落 修缮后反而脆弱不堪 可见技术不行 还有网友认为 这是天象警示 可能预示着大事的发生 公开资料显示 昆宁宫是明朝皇后的寝宫 清顺至12年 改建后成为萨满祭祀的主要场所 近年来 故宫频频出现被水烟 大门被吹倒 乌瓦被吹落等异象 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象征中共政权的灭亡 2022年3月4日 中共两会召开的首日 北京狂风大作 故宫太和殿的大门被风吹倒 2023年7月底 北京遭遇特大暴雨 故宫慈宁宫被水烟 专家表示 这些现象是中共政权气运将近的预兆 您的鼓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万分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无私赞助 和大家的支持 也请您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您的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会增强这个视频的传播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